這是一整個新的酸總統支架 酸總統選總統麥克風支架 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是最小的體積 最輕的收納 然後配合最多的麥克風 那目前這是26組的 那之前的缺...這是二代 第一代呢是單固定軸 所以太多麥克風會承受不了 現在是雙固定軸 那麼配合大雲台 之前的雲台是比較小的 那現在變成更大顆的雲台 可以承受更大的重量 然後很穩喔 力量非常的大 力量非常的大 可以大到就是說基本上 硬的不要不要的 那更安全更穩定 然後呢 這隻腳也加大了 因為之前的腳做得太軟了 麥克風有的輕有的重 就會變成負荷不了 那現在呢 這26支 這是26支的麥克風支架 找到的人呢 可以放這邊 上面這一排 這是找到的人 可以出現你的LOGO 在這邊 LOGO是會出現的 找到的人 那晚到的人呢 那你就吃虧一點 LOGO就在後面了 就會拍不到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呃.... 呃...呃...呃...呈現的方式是 對面是攝影機 這個是阻鑊者的方向 那出現的結果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好 好,那需要有個人站在那邊試試看 那我就站在那邊給他試一下 OK,沒關係,沒關係 好,站著試一下 呈現是這個狀態 好,大家好,我是Paul 現在就是酸腫痛,多幾幾 我站這個方向 然後高低腳各位可以看到 很客難啊,因為大家都在忙 就可以形成現在這個結果 我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講解,或者是宣布事情 那底部這邊呢,麥克風在這裡 這邊 這裡收音 方向位置都會很正確 好,不用擔心,方向 收音的位置都很完整 那一個人來說呢,都可以收得很 很薄 那我會建議這個位置呢 可能是留給那個 最重要的媒體 或者是 現場拍攝的工作人員 自己的工作人員 收最好的聲音 但是呢,我會建議在這個位置 下面留給 非媒體 就是拍紀錄片的人 或做活動紀錄的人 都放下面 因為他們沒有LOGO的人放下面 那有LOGO的人呢 放上面 那麼在這邊 麥牌出現 齁 就可以完整的 實現了這些媒體採訪上的運用 然後結構非常非常的硬 很硬很硬很硬 很硬 硬 下面還有空間 1 2 3 4 5 6 可以擴充到30支沒有問題 可以擴充到30支 好 這邊 報告到這邊 請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然後這個是燈架 然後這個是 它的包包 好 謝謝